嗨,我是豆哥 融合這個召喚方式 早在遊戲王DM就已經出現 但打起來十分耗資源 又沒有什麼強度 所以顯少玩家會使用 一直等到遊戲王GX 官方才開始重用這種召喚方式 各種新潮的融合應用 讓賽場的額外牌組 不再只是隨便塞個15張 今天就來介紹這張 曾經是最強的融合卡 未來融合 未來融合 最早是由凱撒亮所使用 在凱撒對上時代的比賽當中 凱撒87的拿出這張未來融合 一卡叫出電子中煙龍 未來融合在動畫中的效果為 直接從我方的牌組 將融合召喚所需要的素材送墓 從融合牌組進行融合召喚 用這個效果所召喚出來的怪獸 在當回合不能進行戰鬥 在這場比賽中也不能被拿去解放 當磁卡被破壞時 會連帶將那隻怪獸破壞 補充一下 在時代的那個時代 新成龍還沒有出生 遊戲王的額外牌組 只有融合怪獸 沒有同步怪獸 所以效果欄寫的融合牌組 其實就是現今的額外牌組 未來融合發行於2006年 第五期第一彈 時卡的效果為 從我方的額外牌組 選擇一張融合怪獸 將那隻怪獸所需要的融合素材 從牌組送墓 注意 是牌組 不是額外牌組 在時卡發動後 第二個我方的準備階段 將那隻融合怪獸 特殊召喚到我方場上 這個召喚 視為融合召喚 當時卡從場上離開時 將那隻怪獸破壞 當那隻怪獸被破壞時 時卡也將被破壞 簡單來說就是生命共同體 這是第一章 可以從牌組進行融合的卡片 想有什麼素材 都從牌組挑 直接把整副牌拿去融合 也沒有問題 不過要注意的是 從牌組選素材的時候 只能使用正規的融合素材 不能使用融合替代素材的效果 因為替代素材在牌組當中 是沒有效果的 比較一下時卡和動畫的差異 動畫的未來融合 是一張裝備卡 發動後就直接產出怪獸 把素材丟一丟 就馬上生出來 一點都沒有未來的感覺 為了讓玩家有等待的體驗 在時卡的部分 追加了必須等候兩個回合 才可以融合召喚 由於在發動的當下 不帶任何召喚動作 所以無法用神景對應 也因為不會有融合怪獸的產生 假使我方場上 沒有空的怪獸格 也可以發動未來融合 反正那都是兩個回合以後的事 先堆目再說 而這個時卡版的效果 也直接被帶入後期的動畫當中 未來融合的出現 加快了融合的步調 傳統的融合召喚 光是低消 至少就要耗費三張牌 更別說是三體以上的融合 還沒湊齊素材 生命值可能就先歸零了 而這張未來融合 融合素材都直接從牌組裡面撈 像是早期的FGD 龍之鏡 或是後來的超載奇美拉 都是靠這張卡運作 未來融合解決融合召喚的痛點 根本就是融合的救世主 不單只是融合而已 未來融合強勢的地方 其實是它堆目的能力 融合只是輔助 我只是想堆目 利用它的效果 一些具有遺言效果的卡片 都可以有不錯的應用 未來融合人造人 就是經典的一例 利用未來融合 埋到大小人造人 再利用小人造人的遺言效果 爬三張大人造人 上來拼個一回殺 一卡做出7200分的攻擊輸出 這個痛 我都還記得 未來融合優異的堆肥等力 讓它在發行沒多久 就被限移 在這之後 遺言、目的利用 這類的效果越出越多 優秀的環境發展成目的及資源 可以大量對目的未來融合 成了展開戰術的核心 單一張卡 就可以讓整部排除運轉 這也讓它在2012年 被列為禁止卡 在未來融合被禁止的5年後 可以設定它修改效果 新版本的效果為 擺在場上等對方拆掉 此卡發動後 下一個我方的準備階段 才會將融合素材送目 基本上 就是把對目的時間點延後 在發動的當下 並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必須等到下一個準備階段 才會執行素材送目的效果 這樣的弱化 也讓它在2017年出獄 在2018年解除限制 未來融合最經典的combo 莫過於超載奇美拉 先用未來融合做大量的對目 接著再發動超載融合 做出高攻擊力的奇美拉 並且對怪獸進行連續攻擊 只要後台擋不住 通常就直接回殺了 我是豆哥 這個痛 我永遠都記得 同樣的 暗1 changes 不是 你好 好 有 兩 我 是不是 不